中国正式开始允许军人使用手机和网络 而与此同时呢 中国开始实行新的国家安全法 中国解放军指挥部门发布的这个军人 可以使用网络和手机的规定呢 同国家安全法有什么关系 这是我们今天媒体观察要探讨的话题 现在海涛呢就坐在我们的观察室 海涛 你好 许过 那么今天呢有效应说中国开始 正式让军人使用手机了 那么这个情况呢有点意思 因为我确实我本人都不知道以前呢 这个中国当局不允许军人使用手机 那么中国是世界上手机上网人数最多的这样一国家 那么可是却不让军人上网以前 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中国现在的确是世界上手机使用者和上网人数最多的国家 达到好几亿 那么因为军人是一块特殊的这个群体啊 因为他们只有比方是几百万两三百万军人 因为军人呢他们担负的使命 就是他们通常是保密的 一间部队连番号都是保密的 所以军人使用手机呢一直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因为现在的手机使用呢 普遍都有这个卫星定位系统 因为他害怕暴露部队的驻地 还有很多这个相关的情况吧军事情况 所以中国一直拼命的采取这个保护法 就保护着国家安全这个法律 那么还有保密法 那么为什么现在最近开始允许军人使用 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四总部 它是有解放军四个总部 总参 总政 总后 还有总装备部 这四个全军这个最高指挥部门 他们发出规定 实际上是中央军委做出决定 做出决定就是让军人可以 从基本的士官士兵这一层可以使用手机 但是这个手机使用是有条件的 是有限制的 而不是无限的 就跟普通的老百姓那样可以使用手机 好的 那么刚才你提到了 这个手机呢允许使用是允许使用 但是有条件 那么这个条件是什么 给我们介绍一下 另外呢也同时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就是其他国家有没有这方面的限制和规定 我们先说它是这个条件 条件呢它是规定的 就是在军人的课余时间 就是你不训练时间 比方说早晚了 还有就是节假日期间 就是比方说周六了 如果周末了 你可以看到你工修的时候 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使用手机 但是它这个手机是有规定的 就是说你在有严格的 如果这个军队有其他条件规定 就是说这段时期我们要进行拉链 进行训练 或者进行保密的活动 这段时间你是不能使用手机的 它的规定是比较严格的 因为它还涉及到一个 所谓的这个国家安全这个方面的领域 那么其他国家刚才我提到 其他国家我想说一下 美国呢它现在在国内 在美国国内它是可以使用的 那么在海外比方说第一线的作战部队 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可以使用 但是有规定 就是说你只能使用这个 就是这个手机的谈话功能 使用上网功能呢 它要有规定 谈话功能呢 它可以部队上级给你 统一的发那个电话卡 你可以用这个电话卡 给美国家人打 给美国给亲人打 但是有严格的规定 就是你这个手机是智能手机 它有在第一线作战部队 它有严格的规定 看来其他国家也有这方面的规定和限制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海涛 我们知道从7月1号开始呢 中国实施了新的国家安全法 那么这个国家安全法的实施 对于中国军方最近这个规定 他们是之间会不会有矛盾 很大的矛盾 它实际上没有 它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那么中国国家安全法呢 它提到一个词叫 网络空间主权 那么它把国家主权和网络空间连在一起 如果要严格执行这个呢 它应该部队要严格限制 这个使用网络 但是它实际上等于往开一面 加入了一种人文的关怀在里头 所以让部队可以使用 好的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观察和评论 感谢美国之音乐